看一下开店P的开服时间啊 开店P的开服时间是一 呃 18年3月份啊 当然现在应该不是很新了 啊 CCE不行啊 啊 我买了这号买了这个帮啊 就被这驱八追着打 就啊 好好弄呀 号跟驱八干一干 我跟你讲啊 无论再厉害的驱八 只要出了服务器 出了一年啊 他们都不行了 你这个号 你用三个月的时间练起来 不如好好攒钱 然后在三年内买个号 然后这个驱一变成一年外就转进来啊 老板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就是这个号啊 你没有必要去好好弄了 因为现在新驱的话 你弄好弄的 对不对 钱花的特别多 效果又特别差 你不如在三年内 对不对 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号啊 花个几万块钱 然后等这个驱一变成老驱这话转进来啊 老板说这个号啊 号主得有钱啊 得有钱 然后三个月就升级到175了 然后你平时就是舔老板 天天跟老板聊QQ一聊聊的两三点 最后一半块钱把号卖你了 号还带个金色ID 行 那你这种才华放玩又细白瞎了啊 你这么有才华玩又细白瞎了啊 老板给我准备游戏币就行了 或者给我准备一本高级魔兽要诀 我要高级 你要是能 能用就行的话就打高法波 追求一下打高反正 哎我去 这区法处受决也挺贵了啊 须民应该也普及了 一本反正一本法波 你先想想要哪个要哪个啊 老板说他也是这么觉得的啊 对不对 跟网易装熊 网易心疼你啊 就不给你掉虚迷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奇怪要是中的魔法 才想溜溜达达 还是不想回家 一个人看着 对你最别救出暴鸣花 啊 名词掉了啊 名词掉了 打法波啊 抱不动 法波在法报到后面啊 摩心 摩心掉了 啊 摩心掉了 法联不能打 其实我觉得可以打一本幸运啊 我觉得可以打一本幸运啊 打一本幸运吧 打法联容易死 摩心容易跳 幸运的话前推 后面是再生啊 顶住虚迷的位置 然后还有鬼魂啊 我觉得可以补一本 补一本感知或者幸运 老板对你来讲 你觉得你的宝宝感知有用 还是幸运有用 幸运的话可以防止必杀 躲避法术 感知的话 打隐身的怪 使我们派用啊 其实啊 不露心 不露一号位置 露这个位置比较刺激 他妈的反击还没掉 鬼魂啊 虚迷 反正再生掉了 打法联啊 大前推啊 打法联大前推啊 反正在虚迷战啊 大前推了啊 啊 法爆掉了 我就只都是大前推老板啊 但是 这个大前推 你又拿他似乎没什么办法啊 高级法术暴击啊 好了啊 看这本书怎么说 摸心事落在反击位 冲刺的书了 兄弟们啊 老板要吃肉了 草 我跟你讲啊 是没掉虚迷 但是他总循环啊 他总循环难受 欢迎我们 高法报 摩心 哎呀我擦 老板要不这么用吧 啊 现在已经 对不对 但摩心套没有法波而已 被针对了老板 老板说不行 觉得不 是时候终结了 这反击蓝书忍你很久了 再生都掉了 你还有啥留恋的呢 把脸 高鬼 哎呀 这只宝宝啊 这只宝宝老板 你别放弃 他跟虚迷的技能 一个都不充足 老板你算 这只宝宝 跟虚迷一个技能都不充足 找一个虚迷 再生加大雷的宝宝 咱们这只大伙也还认证了 对不对 七加三啊 老板你平时这么多持国 你有三技能的持国吗 这只宝宝老板 真的真的 不要放弃希望啊 这只宝宝啊 是饱受病痛折磨 最后 最后 最后惨死 真的 我突然觉得啊 有的时候呢 安安静静的走啊 其实是件好事 你说一本调 多好啊